因应武汉肺炎防疫的需求 卫福部同意 中邮直营门市从即日起到2月15号 可以贩售医疗用口罩 方便偏乡的民众来对抗防疫 但碍于国内厂商供货不及 目前台东各站都还没有铺货 民众只能再等等了 武汉肺炎闹得人心惶惶 厂口罩仿佛成了另类的全民运动 机关署在全台各大超商紧急供应医疗用口罩 但依旧款不及及 而且部分偏乡地区 超商店数少甚至没有布点 因此卫福部近日再宣布 特许中邮直营站也可以贩卖 要方便偏乡民众对抗防疫 民众可以有多一个平台跟就近性可以买到口罩 对我们台东来讲比较偏远地方 其实偏远地方只有一家超商 那如果有多一个中邮可以贩卖口罩的话 就是比较可以让我们民众比较方便 跟着卫生局人员实地前往中邮直营门市 却不见排队买口罩的人龙 疑问之下才知道 因为适逢开工之初 国内口罩厂商供货不及 目前门市都尚未扑货 我们目前收到的是暂时不会到我们这边扑货 因为现在没有扑货 所以尽量自己操张我们 虽然口罩供货时程还不确定 但台东地区中游直营站表示 有意协助政府贩售 维护民众的健康 至于想在加油时买口罩的民众 可能还要再多等几天了 据取社交会台东市报道